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帮助各方来呈现 比方说最近也是个热点话题 昨天我觉得陈老师您就还没解释够清楚 就是说当年芒果台放的那段视频 好家伙您成了抱着橄榄球 我看是有了辛普森的神勇 但是后来其中一个小孩 后来说是为了配合节目效果 说是实际上刚开始说 他们把您肩膀弄伤了 然后说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说 你把太极宗师弄伤了 这玩意儿他们很紧张 结果就配合做了这么一个假戏 您昨天的解释就解释了一半 假的 这个完全是假的 他没有把我弄伤 是我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他说这种解释 导演说把我的肩膀弄伤了 说要配合这个 没有 这个是假的 这个完全是假的 是因为当时我们比试完以后 他们三个人合起一个人离铁拖在前面 后来还有两个人 两个人抱着同时抱着离铁拖的腰 我有照片 但是这可能在我手机上 对 回头我们可以用 三个人在合力推我 能推动几千斤的重量的东西 他推不动我 他说王老师的力量太大 但是太极的橄榄球的事 是因为橄榄球的目的 他是为了抢球 因为太极 我用太极的招式是为了把他们打倒 但是这中间要考虑到 我会不会要把他们打伤 说王老师你不能用更狠的招式 或者是 对 把他们全打残了 对 所以大家会商量说 咱们这个你王老师你要轻一点 私下的比完以后 他们三个人对我来说 那根本他推也推不动我 对 但是这个确实是反映出来一个问题 这不是说某一个人单一的问题 你看最近就说雷公 中央电视台的当年拍的节目 都涉嫌为了节目效果 我觉得作为中国人 他都有个人情世故 我能理解 因为你像我也是电视台的 平常拍个节目 但是您作为太极宗师 当时您为什么会愿意配合他们做这个事 您有没有想到过 这有可能会引起别人对我们的误解 对太极拳的误解 对太极拳的误解 其实当时我在想 就是传播一些太极的精髓 为什么说传播太极的精髓呢 大家一直认为太极是公园里老头老太太的锻炼一种方式 其实太极拳实际上太极拳的意义可以运用到所有的体育项目里 比如说他这个这个经济力对抗力的项目 比如说欲前先后欲左先右 假动作 假动作 这都是太极的核心东西 凡是符合这个逻辑 都是对他们都是有帮助的 我是希望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太极的方法 可以能帮到现代体育 能里面更提高一些自己对一些技法的一种提升或者是一种帮助 您是这种考虑 昨天您也谈到了 就是说现在网上还讲的就当时这个大力士龙武也是推 因为我记得 我先打个岔 就是说您弟弟王战军就说的创了这个吉尼斯世界记录 就叫丹田谈 谈几公斤的东西 谈一米高 还有一个也是说十个人推 推不动 这个是真的吗 这个是真的 这个肚皮谈东西呢是要练的 他开始他从小的时候没事他就在练 这个没有假 这个东西没有假 而且推人这个东西也是真的 我前一段时间参加一个旅游卫视的一个节目 就是刘璇组织的一个节目 他们这个大力士 这个所谓的健身的人都是很壮很壮的人 他们十几个人推我 他根本推不动 为什么呢 就是任何一项武术运动 他都有他的物理原理和人体的运动规律 他推的时候 他是把他的力量引到身上 由身上而倒到脚下 真的 他是三角的物理原理 所以说他根本推不动他 他没有支撑 那人怎么办 真是对力学做贡献了 他是怎么着 我这么推您 您能把这个劲转移到向下 他通过他身体的变化 他通过身体的变化 把对方的力量 因为对方的力量是直的 通过他的身体变化 把他力量传统到脚下 改变了他的力点 就是改变了他的力点 我跟佛山推手推过 他是这样的 就是你推我的时候 我就 把你的这个劲 这叫化和转移力点 是不一样的 就是太极推手 有一种方法 是根据对方的力量的走向 而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 我说的我挺有兴趣 老师 我能让我感受一下 这种吗 我看 比如说我这么推您 他怎么着 我的劲就向下了呢 他首先 他推的是身体 比如他推身体 他用手的力量 如果 轻点 我一含胸 我找找这件 你现在推过来 我一含胸 你现在是不是答应你的 他实际上是有点反关节 他把你这么变下来 这么往下了 就是让你的力量 开始往下走 他就有点变着我这关节 我不得不想下了 你如果十个人 就是排着队推您的话 你把他的胳膊给他熬下去了 不会 那么我可不可以站起来 给大家演示 咱试试 您站着试试 没关系 可以 可以吗 但是这麦 您要怎么展示 我就站着你推着我 然后我不会动你胳膊 你会感觉到这个力量 是怎么走 您就站在椅子上可以 好 你这样啊 比如说 你现在在这推着我 对 你看用力 想把我推跑 用最大力 对对 你看用力 用最大力 你是不是感觉自己的脚是空的 吃奶的劲 是不是用最大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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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力量用越大 脚下越空 因为我把全身的重量就往前冲 因为你脚下一空 你的力量脚下空了 我把你的力量给倒到我的脚下 我有点 刚才我的自我感觉是什么 潘老师 就是说 它其实啊 它的底下拖着我 对 就是改变你的力量 它拖着我 你使劲往前 它拖着我 当然您比我劲带太多了 您再还能拖着我 你的力量是往前的 我拖着你以后 你的力量发生改变了 往下 这就是三脚支撑的原理 我觉得主要是文涛老师太轻 你要是真是十个人啊 他一样推不动 你像那个视频里边 那个太极宗师啊 一推他十几个弟子 多米诺骨牌 那个 他这个原理是不是一样的 我那不一样 不一样 这个是假的 这个推呢 它只是改变了它的力点 这个 这个净力的走向 要去发力 去把别人打跑的这个东西 这个是假的 它只会顺势 你比如说这么多人推我 突然放松 一帮人去摔倒 这是真的 想后倒的是假的 那要是刚才我是一个人 你可以把我这么拖着 让我这个力向下 但是如果像您说的三个人推您呢 他三个人 他是排着排推啊 他推着你 你推着他 你是控制着第一个人的方式 像武侠小说里边呢 我内力传过去跟他一个人斗 但是为什么您那天还讲到陈小望 你都没讲完 陈小望不是大力士龙武在网上讲 就当年也是为了配合效果 就实际上他一推就把陈小望推伤了 我觉得这不可能 首先啊 我觉得这个推 他把陈晓王老师推上推不上 陈晓王老师那样我比较熟 还是一个是个非常有功夫的一个一代大师 你可以去看看这个传统武术和现代搏击的区别 一个七十七十多岁的人 他的练拳可能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 那个爆发力那种那这这这这种形式 谁告诉我你搞自由搏击的 现代体育的到七十多岁 还有他这种发力 还有他这种功夫 那这就是内压全的精髓 到老的时候他的体验他的精髓 我估计到七十多岁 搞现代搏击的人都已经在轮椅上了 那您那您相信这个大力士龙武就在像在电视上一样 没把他推出圈吗 这个我还是说任何一些武术啊 这个就龙武他推小王老师他是有困难的 因为小王老师这个我也经常看过 有很多人在推他 这个小王老师的功夫我还是有的 至于因为我没在现场 所以我不会去下这个判断到底是 你也没看见 因为我没在现场 对 但是小王老师的功夫我是知道的 那也有可能 确实可能没留神 把陈小王老师给推着了 因为龙武呢 他会造谣吗 就是他说收了几万块钱吗 所以 他以为在拍电影 这个咱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我们没有调查 我们也只能放在这儿 让大家去判断 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对美 每一招都有每一招的破解方法 还有人就是现在咱们带着话筒的 就说老师我往上推你 他就往上有往上的方法 他往下有往下的方法 您一百来劲啊 仨人一拖拖起来了不就完了吗 他是排着排的 不是说三个人在一起的 但是我刚才的感觉 我觉得王老师这劲 他这么他这么壮 他都能把我架起来 所以我要这么推 他这么一架 可不我就力就改变 但是如果说 我跟您一样壮 您凭什么就觉得 您能把我拖起来 就是根结破骚解的原因 骚解 骚解是指这个手 骚解 根结破骚解 那么这个臂呢 一定比手指的力量大 肩膀呢 一定比臂的力量大 还有一个 就好像举个例子 你看你这个手 在这推 推着我的 推着我的时候 你看我稍微一动 它的力量就发生改变 很容易给它卸干 发生改变 他在这推着一样 他力量大 因为我只要是根结 你是烧解 很容易破解 但是这有一个 就是他们现代格斗的总是讲 就说 对 这些招啊 是有的 可是呢 他都不是像这个站好了 平常师父跟徒弟这样 他说真正在擂台上 那人是在高速运动当中 你根本使不上这些个招 这个您承认吗 这个我不承认 所有这些招啊 是在缠斗中使用的 这个散打呀 其实自由搏击也好 散打也好 其实在冷兵器时代 真正体现的是摔法 你看街头打架也一样 一样 三拳两脚 两人抱在一起了 在体育裁判又不断把它分开 是吧 抱在一起了 分开 再来打 所以说摔法 其实是格斗中最核心的部分 你包括这两人差不多 你看打两拳 拳击一样 抱一起了 打两拳 裁判又不断地把它翻开 只要是两人近身格斗 能到近身的时候 太极一定能发挥他最大的威力 那为什么掌握您这个技术的 现在去打这个MMA不行呢 不 他不是打MMA不行 MMA也可以摔吧 也就是说MMA选手没有吸取太极里边 特别精髓的那一部分 如果一个鲸鱼太极摔法的他上MMA 他主要靠摔 那老把你放倒 您也打不过他 但是MMA摔倒了 还有你别忘了 还有巴西的柔术 还有一些琴技 还有地面的一些东西 它里面因为规则不一样 您觉得要能展示出太极的打 您希望的是个什么样的规则 第一我希望的是在拳脚的功夫上 这样一定有太极的特色 比如说我刚才是讲的 引进落空 预前先后 预前先后 是吧 肩肘跨靠等等的一些太极的核心的东西 那么拳脚是根本 拳脚是根本 大家千万不要误解说 太极拳 包括刚才的节目 刚才我的训练方法 那只是太极拳摔法的一种 一种而已 太极拳一样有踢靶打靶 一样有这种训练 您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昨天您的徒弟陈钱都上来露一脸 陈钱咱知道是散打冠军 对吧 他可能不敢打你这师傅 假如你能打过陈钱吗 陈钱我有很多视频 我要打不过他 他怎么跟我学拳 他说我小时候 怎么一直打出来的 他要用散打的方法呢 我本身以前也会拳脚 您说这拳脚指的就是散打 对啊 像我们以前这个国家队和散打队队员经常在一起打呀 但你们的年龄啊和重量级啊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你一般你比如差个几岁 其实之间呢 他就力衰和力 这是对的 这是对的 年龄很关键 所以现在包括这个比赛 他分少年组 成年组 老年组 那么体重呢 他就一般 像我们那个推手 我们推手大概就是这个五公斤一个级别 你不能超过太多 现在可能现在搏击更那个精准化 上下不能超过一公斤 超过一公斤 因为体能 太极不是讲一巧破坚 一力降十会 他大你一点点 他一定是沾光的 那要不然这样的话 因为李小龙的体重啊 是五十多公斤的七十公斤之间 瘦嘛 一米七一 他要跟您打 就是您的个儿和体重 你觉得谁能吃亏啊 能打过他吗 哎呀 这样是这样子 我觉得啊 你只有这个问题 我觉得问他这个 挖筐呢 都是把李小龙挖筐 李小龙粉丝多 这个我觉得是挖筐的 任何一个体育 我还是说 跟他个人的能力来讲 如果一个两三百斤的人 他没有练过武术 那他给我的弟子们 这一百多斤的人 去练过自由搏击的 他也要打不过 因为他不懂嘛 对不对 如果两人同等在技术上修炼的 同等修炼一个项目 那肯定是体重的沾光了 那您比如说 咱这么问 那天跟薛小龙也谈到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 假如就是参加现代格斗比赛 MMA的比赛 那么这个选手 他有没有太极拳的基础 无所谓 也并不会因为他练过太极 他打MMA就能更占便宜 也不会因为他没练过 他就打MMA就更差一点 是不是这样 是的 是的 他这个 其实MMA他也是一个规则 对 也是一个规则 你看拳击也是一个规则 包括前两天 薛小龙说打什么周世明 我觉得就是一种玩笑 你觉得他打得过吗 我刚才说规则 如果周世明是练拳击的 起码周世明是奥运会冠军 如果薛小龙给同等级别 体重一样 按这个拳击的规则 一回合都撑不了 就被周世明KO了 他是用MMA的规则 去打周世明的拳击规则 练拳击的 练拳击基本上对下半身不防守 我只是用拳 根本没有脚的东西 就是从事的东西 没有可比性 他俩体重应该差个30来斤 对呀 这体重也不一样 规则也不一样 根本没有波炎 没办法 没有可比性 所以千万不要去炒作这件事 您说有一样 就说咱们门暗汉老爱说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是吧 你比方说 我觉得咱扣出一切的 就真的到了拳台上 您说您挤 挨靠 什么都好 只要这个人够快 反应比你快 帮一拳 打到你这个神经丛上 你不就倒了吗 就晕了 所以说拳脚是根本 那太极在这方面 是不是弱于弱于其他的呢 不会 不会 这就是传统武术 大家认为 老师认为公园里 太极是磨磨唧唧的 这一种东西 其实成架构的太极 远远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太极 快起来有多快 它跟外加圈一样的 斩一拳 太极 这个东西可能 没事 太极的东西 我可以把麦暂时给您摘一下 您给我演示一下也好 实战型太极 暂会咱们再给别上 其实 来 像太极的爆发力 不像大家说 您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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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极的爆发力 不像空 就在这 不像空园里的 摸摸摸 它有爆发力 一松打肩靠很快 像这个肩靠 这肩靠是很快 肩靠 这样这样 它的力量是很足的 近距离 你会 你是不是会感觉到 它的 就有一种震动感 如果我要打到你身上 你会 你会 你会怎么样 它有它的爆发力 它所有的东西 打 打肩靠 打肘也是 它 它 它 都是有爆发力 对 我把麦再给您摘 来 好 我们再给别 我看看 没事 咱们这个不是直播 没关系 好 好 你行 好了 谢谢 好了吧 OK 但是您就说 现代科学的训练方法 您当然也能练到快 但是您还比起打 那个叫什么球 拳击的那种 叫做离行球 你说咱要就练快 是你的方法更见效 还是现代的这种科学方法 所谓科学方法训练更见效 我们现在练 我们现在练传统的东西 一样会结合现代的方法去练 已经有结合 有 我们一样会打靶 一样会踢靶 这个就到了李小龙说的 他说我对传统武术没有信心了 因为和我转向西洋的格斗 然后他就包括过电的那种训练 和器械的那种的 就是我们现在还看这个举石堆 或者这个传统武术的这种训练方式 它在走向比如现代的技机 现代搏击的过程中 它是不是要改变的东西会很多 当然 它一定是不断的改变 不断的创新 您现在练的是什么 你比如说要练力量 您现在用的是什么 器械 太极练的力量 它有它练的爆发力 比如说器械 是在我们太极的叫什么 叫着力 着力要改变成弹簧力 才叫太极的正常劲 就是你看吧 练健身的 都是快度很大 但是它没办法把周身的力量 一个协调一致 串合起来 它胳膊 这力就是这种力 是吧 腿力就是腿力 它没办法结合周身 周身结合完成一气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形广告之后 那我问您一个物理学 的问题 就是练太极劲 您相信隔空打人吗 这个没有 隔着距离 作用力是不可能 道理于人身的 这肯定不 凡是不符合科学道理的 这些东西都是假的 那太极里头 有没有不符合科学道理的东西 太极里我自认为 就我认为没有 就是你比如太极劲 它属于内加拳 内加拳 内加拳就讲究内力 我们小时候都看武侠小说 说他内力一坨 他隔这么近的时候 就啪打出一丈远 就是太极拳 张三丰老爷子 经常会用这一招 那这种内力真的有吗 没有 这个内力 讲什么叫内气 内气是先天之气 先天之气每一个人都会有 人精气神 是你表现于身体 是否健壮的一个标准 气是什么 气是先天之本 气是通过气转化 通过肌肉骨骼 筋骨转化出来的能量 在太极里叫正常计 就是气本身是没有用的 就像汽车一样 汽油就汽油放到这 它是没有动力的 它是没有动力 它一定通过转化 那实际上就是内加权 是不是一个假概念呢 它比起外加权 内加权 内加权 外加权其实都是相通的 高点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城市的形式不一样 比如说内加权 以柔 太极太极而言 以柔为主 柔中有钢 最后达到的目的是 钢柔并级 那么外加权是以钢为主 钢中有柔 最后的目的达到的还是钢柔并级 柔怎么用于技机 怎么用于格斗 柔是为了体验身体的静力转换 去感知 太极讲链时慢 用时快 您还有说的这个什么叫玄冠力 什么蝉丝 那就是什么劲呢 蝉丝就是螺旋 比如说一个螺丝钉 如果凝进去的时候 它的力量固定性会更好 就是它通过 其实蝉丝镜 不单单在太极的表现 在任何一个武术里边 其实都有表现 这我有点小时候跟人练武的时候就像说这样打 钻进去 什么叫蝉丝 比如说很正常 你就在大街上别人抓住你了 是吧 抓住你胳膊了 你要想给他甩脱 你肯定不会硬拉 稍微一转 他的手部就脱了 这就是蝉丝了 其实生活中都有 只不过太极更具体的去体现一下他的东西 当然他说跟强身健体也很有关系了 但是你记得徐晓东还有一个 我觉得是影响挺大 很重要的一个投诉 他就通过怀疑有些太极宗师把膝盖练坏了 我觉得他甚至是在怀疑练太极 是不是对膝盖不好 任何运动 你告诉我 打篮球或者是足球 篮球 什么体育运动 包括其他现在竞技格斗 哪一项超过体能的复合的运动 他膝盖不受损 我踢球 我膝盖坏了 对不对 只要是符合 超过自己体能百分之百的运动的 对膝盖都有伤害 这老师你懂吗 但是他说几乎无一例外 而且他那个说陈阳皇是做了膝盖 根本没有的事 肯定没有 没有的事 别听了胡说八道 膝盖 这个东西 膝盖是什么 运动 你首先要选择正确的运动方法 太极讲究正确的运动方法 叫不得及不得势 腰腿 你要是生命的话 他一定是会身体伤害 一定是有伤害 太极讲松 因为很多可能一些所谓的现在太极大师 对太极的理解 像对中国文化有高有低 那么他可能要求的一些训练者的方法不得